美纳克王朝 美纳克王朝在血腥百日期间 所发动的攻势迅猛而可步 这场战役在帝国与太空死灵对抗的整个历史中 都算得上是空前 而直到寂静王回归的时代到来 他也一度是绝后 在古老的过去 美纳克王朝便是寂静王坐下的首席柜之手 现在这个苏醒的王朝 在统一了摧毁所有生灵的目标之后 将几乎全部的兵力与战争引擎 都投入到了俄尔普斯冲突中来 当此等规模的战斗力集中到一个星区中时 威力可说是不可阻挡 虽然人类方面由于俄尔普斯星区总督的关系 也是将自己手头的全部力量都聚集到了阿玛拉星系之中 但这支帝国守军与整个美纳克王朝的兵力对比起来 依然相形建出 并且在这个时间点 帝国军队还不知道敌人的真实面目 他们采取了最常规的恒星系防御措施 守军将阿玛拉星系的第三颗行星 莱蒙选为了主要防线的驻扎点 同时帝国海军在新系的曼德维尔点附近布置下了雷区 这样任何通过亚空间来到新系曼德维尔点的敌军舰队 都需要先闯过致命的雷区 然后再面对庞大的帝国舰队 而就算莱蒙的防线被敌人击穿 防御者们还可以撤退到第二道防线 阿玛拉主星上的轨道防御平台处继续进行抵抗 这是一套非常标准 简单而有效的帝国防御战术 加上现在新系中所集结的舰船数量 海军将领们相信 不管这次面对的是混沌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敌人都不可能轻易突破他们的防线 但美纳克王朝的攻击方式超出了守军的想象 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 太空使灵掌握有多种超光束航行方式 并且全都不涉及常规亚空间航行 阿玛拉星系的战斗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直接打响 帝国守军所设下的所有拦截与防御准备 全都没有奏效 最初的异象来自于星系内恒星的突然活化 这颗原本稳定的恒星突发一变 等离子光叶与强辐射伴随着剧烈的要闪一并发生 太阳风暴首先很少了距离恒星最近的星球 这个世界向阳面上的一切转瞬间便被尽数烧毁 随后恒星发出的电磁碑号 严重破坏了新系列的音阵通讯与卫射房电子设备 帝国军民在混乱中一度失去了观测与通讯能力 直到阿玛拉祖星轨道上的哨兵四号战斗太空站突然爆炸 人们才终于意识到自己遭到了攻击 当太空站的残骸化作流星坠入大气城时 海军主力舰队依然还在新系中第三颗行星 莱蒙的轨道上看守着曼德维尔点的雷区 此时未知敌人已经来到了高墙内部 黑色镰刀与长矛形状的异形剑影 在阿玛拉祖星轨道的火光中时影实现 拥有着等同于一支巡洋舰中对火力的哨兵二号与一号轨道防御站点 在美纳克的攻势面前没有成过片刻 他们先后变为了燃烧残骸 这是守军第一次目睹敌人的真面目 而普斯星区的首府阿玛拉随即门户洞开 当剩余的轨道防御平台和隐藏在海底的导弹机开始进行还击时 绝非自然现象的黑色风暴在阿玛拉的主要聚居区上空成形 其中闪耀着着明闪电 很快风暴中出现的明光直直射入了巢塔与旗下的地底结构群 这些入侵光束来自美纳克王朝的夜连运输机 他们在风暴的掩护下安全地进入了投放距离 随后对人类城市投送了大批机械士兵 帝国守军的阴政通讯网络还没有从之前的要闪干扰中恢复过来 脆弱的通讯频道现在填满了关于敌席的报告 这些敌人来自巢塔上部 来自地底深处 来自阅兵祭练广场 可以说敌人从所有方向发起了攻击 惊恐的平民与没有准备的士兵都倒在了高斯湖光之下 新界军的激光步枪只能对这些金属骷髅造成有限的杀伤 由于敌人地面部队几乎同时对所有帝国据点发起了立体进攻 所以阿玛拉各地守军都突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在太空死灵的凶猛攻势中 只有星际战士与那些有着重型火炮支援的部队 才暂时的存活了下来 卡洛西恩朝都的战场上 一支来自赵华院星球的装甲部队 短时间内依靠着自己手上大量的歇尾斯导弹车 石化蜥蜴自行火炮以及黎曼鲁斯坦克 暂时压制住了敌人的脚步 这些重型火炮被部署到了宽阔的城市街道之上 在他们的射程以内 凶猛无情的火力打击 确实可以将太空死灵的金属身躯给炸成碎片 但是人类士兵也在自己的掩体中 看到这些破碎的敌人正在缓慢地重组 并且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机械构造体赶来 在僵持一番后 太空死灵派出了从地底绝境的巨型构造体 古墓追猎者以及成群结队 嗡嗡作响的飞行单位 民工刺甲虫 同时从地下与天空发动袭击 由于此时守军对敌人还缺乏了解 进而没有对这些骑袭进行有效的防御 许多帝国坦克和火炮 就这样被民工构造体所装备的热能切割射线武器击毁 造华院装甲部队的阵地也最终在双重夹击下陷落 地面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里 阿玛拉组成便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美纳克王朝迅速攻击了星球上的各个朝都与人口聚集点 死灵不会抓捕俘虏 他们只是消灭自己面前的一切生命 或许也只有这些死亡与鲜血 才能让遗忘祖母的乌魂子民们得到些许安慰 但也是由于太空死灵的初期攻击全都集中在城市区域 那些驻扎在朝都外围的帝国部队 反倒战时没有引起敌军地面阻力的注意 不过他们也在美纳克的第一轮攻击中遭到了致命的轰炸 这些驻军有的被低轨道上的古墓收割舰以炮击摧毁 有的则被轰炸机的反物质炸弹彻底湮灭 数以百万的帝国士兵还未调动就被先制攻击给全部杀死 但这其中并不包括受到卡里斯维拉尔元帅所指挥的来自克里格死亡军团第17与60步兵团的200万精锐部队 克里格部队几乎没有受到敌人轰炸影响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克里格的牺牲文化与死亡崇拜虽然在战斗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但对其他凡人友军的士气则往往会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很少有新界军兵团希望在克里格驻地周边停留 这一点也会影响指挥城的决策 在阿玛拉祖星上 克里格死亡军团就被特意安排在了远处 这些士兵驻地位于远离帝国其他部队的卡拉萨工业平原外围地区 正是这样的安排 反倒让克里格阵地受到的打击相对较少 其二是克里格人被安排到的废弃工业区虽然年久失修 但这些建筑物只要经过加固就能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 死亡军团在来到这片区域后 立刻便按照自己的战争理论开始进行大量的土木工程作业 纵横交错的战壕网络被挖掘而出 周边的工厂与仓库也被加固为了防御工事 当太空死灵的轰炸到来时 所有武器弹药 装甲火炮 人员物资都已经被妥善安置到了地下掩体之中 可以说正是克里格独特的战争文化 让他们在初期攻势中几乎毫发无伤 随后克里格人开始在指挥官维拉尔元帅领导下主动出击 死亡军团迅速扫过了卡拉萨的废墟 当他们发现被打散的帝国部队以及被遗弃的阵地时 军需官便回收一切可用的物资 而幸存者中那些散离职守没有对帝皇尽忠的军官 便会被维拉尔元帅下令处决 很快 克里格的阵地便成为了残余地面部队的聚集点 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原本不应该服从新界军 及陆军指挥体系的海军战机 维拉尔元帅将这些来自各个飞行中队的幸存者重新编组 以让他们继续为帝皇服务 当太空死灵的不死机械大军到来时 战斗便开始了 即使精通阵地战的克里格人 把废墟中的每一个断壁残垣与弹坑都变为了防御点 并由此形成了一张密集的火力网 但新界军步兵武器还是无法有效地阻挡这些可以自我修复的金属敌人 不过死亡军团的优秀战士们很快便探索出了一条 勉强可以战时对抗太空死灵的方法 他们会在敌军进攻时立刻呼叫后方的重型火炮轰炸 之后克里格步兵会在火炮的开火间隙发起无谓的冲锋 并通过刺刀与弓兵铲来进一步破坏那些正在愈合的火体金属身体 而当太空死灵又一次想要通过地下绝境来摧毁对手的远距离火炮时 他们在隧道中遭遇到了死亡军团弓兵部队的拦截 这些地道战专家一直都使用着地震探测器兼听来自弟弟的袭击 随着此起屠夫的警报 英勇的工兵们使用线弹枪、火焰喷射器、热熔武器 与敌人的各种构造体在地下进行着残酷而黑暗的战斗 但是维拉尔元帅知道 现在的微妙平衡并不能持续很久 在如此强度的战场中 血肉之缺的克里格部队正在急速解决 并且如今阿玛拉地面的大多数区域已经被太空死灵所控制 死亡军团无法得到更多的支援 第十七与六四步兵团被包围与消灭 这是时间问题 在这般情况下 维拉尔元帅最终决定 与其被敌人一点一点的消磨殆尽 不如以现有的全部兵力 向一个高价值目标发起最后的英勇突击 就算全军覆没 克里格人也绝不会让人类之主蒙羞 随即 一支被困在地表的流头人战团侦察部队 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目标 星际战士观测到了一座古怪的巨型金字塔结构体 这座巨型金字塔由奇异的绿色和黑色石材建成 身边点缀着许多体积较小 但外形类似的小型金字塔 整个建筑群中布满了以太空死灵神秘技术铸就的武器阵列 而这些古怪的炮台又都通过直角形的战壕和中央建筑相连 壕沟中全都充盈着闪耀的能量光芒 中央金字塔不断对上空天幕发出和接收巨型电弧 无数太空死灵的机械士兵和圣甲虫构造体来来回回地搬运着战场上的残骸与尸体 不知是要填尾这座要塞的什么饥渴 但想必有着其自己的重大意义 维拉尔元帅抑郁摧毁这座异形堡垒 他命令自己的军队首先潜行靠近敌人 在战火纷飞炮身震天的混乱战场上 克里格大军以惊人的纪律性在废墟中或匍匐或隐蔽的穿行 这些无谓的战士们对自己头顶上画过的外星电弧毫不在意 数以万计的克里格士兵悄然前进到了极限距离 他们在距离敌人建筑群大约一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等候指令 这一公里的距离是毫无疑问的死亡地带 其中的大多数物件都已被扫除或诈拼 所以没有任何可用的掩体 太空死灵的防御火力可以轻松地倾泻到来犯之敌的头上 在这之前 维拉尔元帅已经下令 让克里格士兵们准备好了本地死亡军团 还剩余的所有战争物资 每一门火炮 每一辆装甲车 每一发炮弹都来到了前线 因为接下来他们要进行的死亡禁军将不会有任何保留 不能有任何侥幸 甚至也不会有任何生还 终于当命令下达时 克里格士兵整齐一致地迈出了掩体 开始了这横快一公里杀戮区的死亡禁军 瞬间 太空死灵阵线之中 便闪现出了无数的毁灭光束 这些恐怖而先进的武器 以惊人的效率收割着战场上的生命 每一发浮闪都意味着攻击者数以百计的死去 战士们被高斯武器所分解产生的粉尘 弥漫在战场四周 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止克里格士兵的脚步 死亡禁军依然在继续 而死灵防线中不断开火的重型武器方位 很快便被观测手记录与锁定 克里格步兵后方的大量火炮 以这些坐标数据回应了震撼大地的骑射 这也是元帅的安排之一 这些士兵的牺牲换来了敌方阵地的情报 所有克里格人都会为帝皇欣然赴死 但他们的牺牲也都必须有其价值 在第一批死亡军团战士倒下后 密集的炮弹便开始不断精准地轰入 太空死灵古怪武器阵列中 克里格炮兵的火力支援 极大地缓解了前线士兵的压力 但随着他们逐渐靠近建筑群 太空死灵的步兵部队也开始了还击 大群死灵武士与民工构造体 从地底出口涌来 民工圣甲虫将许多士兵脱岛拆解 高斯电弧与激光枪的灼热红光 在近距离上交相呼应 就在这时 死亡军团最后的装甲部队也进入了战场 在阵线左翼 一对马卡里乌斯操纵型坦克 全然不顾自己巨型等离子爆裂炮的过热威胁 向敌人倾泄着全部的火力 另一边 一大批半人马运输车 甚至拖拽着四连火炮发射器 来到了前线战场 炮手们想要直接在这里架设火炮 拔掉面前的堡垒 而太空死灵也迅速还以颜色 高斯武器与特斯拉武器所激发的光束 不断摧毁着克里格突击部队的攻势 同时 美纳克王朝恶名远洋的波皮者 被释放到了人类后方火炮阵地之中 这些在其他太空死灵王朝眼里 都唯恐避之不及的灾难 从阴影中突然出现 并用自己的力爪撕裂着眼前的血肉之躯 与波皮者同时出击的还有着一支暗夜之连飞铁 这些异形飞行器迅速便与帝国剩余的战机中队 开始在天空中撕咬起来 克里格人毫不在意自己的损失以及生命 他们没有叫喊 没有悲鸣 只是默默地执行着任务 因为他们早在开服前线之时 就将自己视作死人 他们在停止呼吸之前 就已是王者 而他们如今便行于王者之间 当第一批突击部队 数以万计的士兵几乎消耗殆尽时 金字塔防线中的第一座堡垒终于被摧毁了 看到初期目标的达成 维纳尔元帅立刻便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他集结了自己手中的全部剩余力量 沿着之前所打开的道路 再次开始突击 同时为了履行自己以死效忠的洛言 元帅拔出了动力宝剑 亲自带领着部队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血肉与机械的浪潮相互碰撞 人类的身体不如活体金属那般强悍 但克里格人凭着极强的纪律与决心 克服了困难 太空死灵基础士兵的迟缓速度 在这场冲突中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弱点 汉不畏死的克里格人在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同时 尽可能的利用敌人的短板终于让主力部队 杀入了核心金字塔中 此时克里格后方的火炮阵地 几乎在打光了全部弹药的同时 也被敌方突袭部队给摧毁殆尽 不过现在前线部队已经涌入了 由之前的炮弹轰炸所打开的缺口里 炮兵们在被消灭以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死亡军团的士兵如同蚂蚁一般 爬满了太空死灵的建筑群 这种形容原本经常用于太空死灵自止 但在这场战斗中 他们反倒成为了承受这种攻击的一方 当太空死灵部队陷入了 与刺刀和弓兵场的混乱肉搏时 其余的克里格士兵开始将热熔炸弹 以及他们能够运用的所有爆炸物 填满自己可以够得着的每一条建筑结构缝隙 与暴露的能量管线里 在完成的这些工作后 克里格人在尚且控制着局势时 毫不迟疑地按下了引爆开关 剧烈的爆炸和能量连锁反应 彻底摧毁了核心金字塔 其发生的迅爆波及到了周围的一切建筑结构 并在阿玛拉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这个巨坑甚至从太空中都能用肉眼观测到 克里格死亡军团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向帝皇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克里格人的绝死突击取得了重要战果 因为这座金字塔结构的爆炸 梅纳克军队对地面输送士兵的进度停滞了 但他们以及所有其他帝国地面部队的壮举 可能已经为时已晚 此时阿玛拉星球的三座主要朝都 以及大部分的防御设施都已经成为了废墟 数以十亿计的当地平民和士兵已经死去 俄尔普斯新区首府正在熊熊燃烧 与此同时的轨道之上 帝国海军也正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战斗